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第二期周年庆商店以及相关的内容。 首先,羽毛会获得保留,并且可以继续在第二期的商店中兑换物品,而且羽毛还会多了一个新的入手管道。 这一次的羽毛并没有购买次数限制,只不过这个价格是会比之前千刃雪的三档钻石礼包还要贵的,所以并不推荐在这里购买。 这个羽毛只是放在这里引诱你在消费的。 再来是第二期的货币,转运铃铛。 转运铃铛一开始有两档价格,分别是一档和三档,买完一档后就会出现更贵的六档、八档、十档、十二档和十四档。 这个机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第二期商店新增加了很多商品,就简单的带大家看过。 那么多余所说,一点点击多余所说。 这次有点击多余所说,我们会在这里的两档和十四档。 那么多余所说,我们会在这里的一档和十四档和十四档。 这个机制是一档和十五档。 如此多余所说,我们的两档和十四档是一档和十四档。 要稍后再来视频,就要做点击多余所。 那么多余所说,我们会在这里。 这次的机制是一档子链铛。 这个机制是一档子链铛,我可以在这里面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中最大奖是这个新的凶兽魂环 天鹰幻童蛇 最低消费3900钻可以买到一个 若想升到10万年 就需要花费18500钻 20万年需要38500钻 之后还会有水冰儿和阿银的专属魂骨 阿银的魂骨对短途有很大的提升 如果之前错过了 可以考虑在这里买回 最后就是各种的皮肤 但在这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轰炸下 大概不会有人还有余力去买这些皮肤了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天鹰幻童蛇的魂环效果 这里顺便吐槽一下官方 幻童蛇魂环从开始上线至今才两天时间 但技能居然改了三次 明显又是一个还没完成测试的魂环 佩戴者每次成功对目标施加控制状态时 会附加幻童 两回合内只能触发一次 幻童会使目标受伤增加25% 持续两回合 10万年以上的幻童蛇魂环 每次重复获得幻童状态 受伤增加的效果都会提升 最多增加5次 以20万年魂环为例 目标第一次获得幻童时 受伤增加的效果是25% 在敌方两回合幻童消失前 再次获得幻童 受伤增加效果就会变成36% 在重复获得5次后 原来的25%受伤增加效果 就会达到最大值 变成80%受伤增加效果 和修改前的技能相比 新的技能降低了魂环叠伤害需要的时间 让魂环变得更加实用了 但也降低了原来的受伤增加幅度 但整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简单来说 幻童蛇魂环就是严林的加强版 虽然严林同样会在施加控制时 使目标受伤增加 但严林的受伤增加效果是不可叠加的 10万年的严林 受伤增加效果只有22.5% 而5万年幻童蛇的受伤增加效果 一开始就已经有25% 增伤幅度直接超过了10万年的严林 当然 这两个效果并不冲突 可以一起使用 严林和幻童蛇将会成为控制系魂师在打长途副本的标准配备 不过 幻童的增伤虽高 但使用难度同样也很高 首先 幻童两回合才能触发一次 而挂在敌方身上的幻童状态 同样也只有两回合时间 所以他对释放者的速度 会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释放者的速度一定要比目标快 幻童才有可能重复被触发 而且即使到达了最高增伤值 你也必须不断的重复添加 才能维持幻童的增伤效果 所以切记 幻童蛇魂环的属性 一定要选速度 另外幻童状态只有两回合持续时间 一旦释放者被控制 而导致幻童状态中断消失 受伤增加的效果就要重新叠起 增伤会比较不稳定 如果面对的是高速的目标 幻童蛇的增伤效果 可能连叠加的机会都没有 另外 幻童的效果 只会对一个目标生效 如果使用的是群体控制技能 那么幻童只会随机在其中一个 被控制的目标上生效 这么一来群体控制的魂狮 将无法在多人副本上 使用幻童魂环增伤 只能在单体副本上使用 而单体控制魂狮则不受影响 因为目标只有一个 所以幻童效果 可以稳定的在同一个目标身上触发 以目前的环境来说 狐猎娜和他的蟒蛇系第四魂技 是最适合触发幻童的人选 天鹰幻童蛇是个长途增伤魂环 虽然他的增幅并没有地黄蝎那么大和稳定 但他依旧是目前控制系魂狮 最好的长途增伤魂环 即使不重复触发 他的初始增伤效果 也还是超过了十万年的阎灵 所以推荐平民至少也要买一个回去 作为和阎灵一起使用的长途增伤魂环 绝对物超所值 至于十万年 二十万年的效果就不抢球了 平民很难发挥这个效果 课金玩家有能力的可以弄个十万年 至少拿下魂环的基础叠加效果 而且真身对于魂环也有年份要求 至少要十万年才不至于拖其他魂环后腿 最后再补充一个消息 原来这次的海神祈愿是可以抽六星强攻驱干神装的 但仅限定于开驱九个月以后的福才有 神装的宝底和SSR魂师一样是300 抽到SSR魂师后 有12.5%概率会获得六星神装 那这个六星神装值不值得抽呢 我只能说虽然它的功能可能没有当年的十万年魂环那么大 但它的入手条件绝对比当年的十万年魂环还要难 所以海神祈愿是最简单的入手管道 经过周年庆一顿压榨后 还有能力的玩家可以抽一抽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